產後乳汁不足 其實產後乳汁不足在中醫中稱為缺乳 乳汁的生成最主要是與母親的氣血、情緒、休息和勞動最為相關 與媽媽體質相關的臨床類型可以常見有三種 首先是氣血虛弱型 多數建於產後快速修身或素體比較虛弱的媽媽 因為生產的過程中會失血好氣 所以如果過早修身節食或氣血虛弱 就會令到營養不足會直接令到身體沒有多餘的氣血化為乳汁 第二類型是乾屈氣陣型 多數建於身手媽媽、職場婦女甚至產後抑鬱的媽媽 因為照顧新生兒需要很多精力 如果產後未能夠適應或需要兼顧工作而覺得很大壓力 容易造成情緒不穩定就會令到乾氣疏失不暢 令到乳汁運行得不暢通 第三類型是痰濕阻滯型 多數建於比較遺食的媽媽 飲食不折容易損傷皮胃 令到皮膝健韻不能混化到水濕 耐了就會變成痰 從而阻礙到乳汁的流通 除了以上體質的因素之外 很多媽媽都會因為暴雨的姿勢、次數或暴雨的方式不正確 而令到乳汁分泌不暢通 其實當中我們可以用通草和豬蹄 一起去燉煮服用 同時間可以根據不同的體質去著情添加不同的藥材 例如在氣血虛弱型的話 我們可以添加當歸和黃旗 如果是乾不氣製型的話 我們可以加佛手和屈甘 如果是痰濕阻滯型的話 我會推薦服靈和白術 其實在乳房周圍都有不同的穴位 一般局部來說 我們在乳房四個方向向前推 就已經可以刺激到相關的穴位 以及可以幫助暢通到乳腺管 但注意不要太大力按油 以免去損傷到乳腺管 另外也會推薦兩個中醫穴位 首先是彈中穴 會在兩邊穴頭的連線中間點 另外一個兆摘穴 就在尾指的末節 我們會推薦媽媽在胃部之前 先按摩乳房周圍 儘量去埋身胃 讓幼兒可以多些吸吸乳頭 刺激腦下垂體分泌一些催產素 形成一個噴乳反射 第二我們要按視胃奶 初生嬰兒大約一天8至12次 每次胃乳的時間 每邊要持續15至20分鐘 不可以時間過長 每次胃部完之後 就要將多餘的乳汁奔出來 第三我們要維持一個良好的暴乳姿勢 胃部的時候應該盡量沒有疼痛的感覺 首先在飲食上要注意營養 避免一些支利生冷的食物 以防損傷脾胃 另外吃一些新辣刺激性的食物 都可能會改變乳汁的味道 寶寶未必可以適應得到 所以辣椒、咖啡、香煙等等就要割了 另外我們也要小心吃到一些回乳的食物 例如人參、韭菜、麥芽、乳甲等等 第二樣東西 媽媽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休息 產前不能過份勞累 產後不能過早操勞 第三在胃部的時候 要時時去注意自己的乳房 有沒有脹痛或者硬快 乳腺堵塞等等的情況 如果覺得乳房有紅腫熱痛的話 就要盡快求醫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